南道館農會這幾個月 很多家在建立 南道十三鄉町的農地產品 要將這些產品掛銷 增加農民的收入 去年開始我們有做整合行銷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南投縣農會 整合十三鄉鎮 市農會以及各個產銷班 它的農特產品 我們做個整合 統一由南投縣農會做 統一窗口 來做直接外銷 達到產銷合一 這個部分我們在福建省 我們在浙江省 都已經建置好通路 同時我們十三鄉鎮的 所有的農特產品 也都在那邊 在福建省 在浙江省 也都上架了 總結四位就要將南投縣農地產品 掛銷國大陸 運用於國際資格的交流關係 特別給我們免住機會 收藥直接開啟農民的心想 在這半年時間 就有150萬元金額 我們南投縣農會 由於行銷整合 做的有一點點小成果 現在在今年六月份 在大陸方面 會繼續辦一個兩湖論壇 這個兩湖論壇 我們十三個鄉鎮市農會 總共通通會過去 會把我們的每一個鄉的農特產品 再帶過去 除了說現在在既有的通路 在福建省 在浙江省之外 我們也已經 跟河北省也有簽約了 江蘇省 山東省 這個農民這兩個省 我們在積極家庭當中 總鎮市自小看 看百百千瓶來大看 知道農民的辛苦 所以他希望可以 替農民做一些事情 增加農民的收入 也可以救到這個機會 中南大農的農地產品 推廣出去 記者各位麥 蔡鳳報道 енных 你要一下嗎